99岁的吉辛格这个老爷子最近又说话了 他是出了一本新书还是怎么样 他这个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又说话了 他呢实际上是说给谁听的呢 说给现在啊 就是活跃在美国政坛上这些人五人六的这些政客们说的 大概的意思啊 就是说别玩的太过活 这个小心这个玩火自焚对不对 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we are the edge of war with russia and china on issues which we publicly created without any concept of how this is going to end or what it is supposed to lead to 意思是什么呢 后面那一句 without any concept什么什么 意思是上就是围绕那些在一定程度上 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啊 我们现在与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处于这个战争的边缘 而且呢是对如何结束或者它将导致什么后果没有任何概念 那这可怎么好啊 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制裁俄罗斯啊 这是以前能够想到的 只要你这个这个敢动手 我就制裁你啊 当时拜登说的啊 你要我要拿出一个你承受不了的啊 那种制裁方法来啊 制裁他什么 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啊 这个措施都出来了 好几轮制裁都出来了 但是呢 有没有想到 他让这个俄罗斯自己规定的那些不友好国家买能源啊 买石油天然气 必须用卢布支付 这一点想到了没有 没想到啊 没想到不要紧 出来之后你有什么应对啊 没有应对措施 所以现在基本上看制裁俄罗斯这个效果不如预期想的那么完美 那这个呢 就是啊 这个基辛和他老爷子说的啊 你这个对于这个后果怎么处理没有应对的方案 那这一句话翻译成大白话 就就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些问题啊 现在这些问题啊 部分的是美国自己制造出来 但是等于是玩火 那现在跟谁对着干呢 跟俄罗斯干 跟这个中国那边干 没准呢 就能够这个擦枪走火啊 这个搞出一场战争来 但是战争起来之后 你怎么收场 不知道了 另外这个新加坡有后任总理 叫做黄勋才 他是后任总理 那意思就是说他要接这个李显龙的班了呗 对吧 他呢现在是副总理兼财长兼财政部长 他也说了一句话啊 他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不互相接触 并这个缓和在台海问题上不断上升的紧张局势的话呢 就可能啊梦游般的这个陷入冲突 一个呢是基辛格老先生啊 说的是美国的这个现状 还有一个是让那个外人说的啊 这个李显龙的接班人 黄勋才说的这句话 你看他们都是为什么为美国操心的 为美国担心的 可能啊 你看他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美国人自己好像并不担心 像美国现在这个政客啊 一个一个比的啊 比狠啊 看谁对中国强硬啊 看谁对这个俄罗斯强硬啊 完了比勇啊 一个比一个勇啊 但是国防部好像不如这些政客们那么勇啊 因为呢 这些政客们啊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捅出楼子来之后啊 他们就不管收场了 那这个呢 也是像基辛格说的 without any concept of how this is going to end or what it's supposed to lead to 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啊 咱们再翻译成大白话 那就是说猪八戒啃沙锅 光顾着嚼着脆啊 具体的下一口怎么咽下去 他就不管了 黄勋才说的啊 他用了一个梦游这个词 这个词挺有意思啊 梦游啊是一种病啊 这个基本上啊 多数啊是这个小孩的时候 这个梦游的机会多 等那个长大成人之后 梦游啊机会就不多了 不过呢也不完全是啊 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啊 像我们这个家乡啊 这个农村里头啊 以前就有那么一位青年啊 我们家辈大 他官方叫爷爷 他呢就有一次梦游 什么呢 那也是大冬天的了 他这个睡着睡着觉啊 他就起来了 穿上衣服就起来了 他那个挑了个蛋呢 他到井那去挑水去了 哎呦挑了那一趟两趟三趟的 把他们家水水缸的水都挑满了 完之后呢 坐在那就呼呼就睡了 后来家里的人就喊他哎醒醒你你怎么坐在这呢 醒了之后啊他也不知道自己我怎么在这呢 他梦游 他梦游的时候他挑水了 但是梦游的时候呢 他干了这些事啊 醒来之后他根本就没有概念 不知道他是 是是是干了些什么 这跟那个说梦话还还不一样啊 我说你做梦说梦话还能把自己说醒了呢 一醒了之后 哎呦 这个还能有的时候还能想起来啊 那个做了一个什么梦啊 还有一种叫做梦意啊 这在睡梦当中啊 他这个胡乱说 他那个意识啊 这个主意识啊 已经啊控制自己的身体啊 什么触觉感觉啊 全都失调了啊 这医学上是那么一个这个描述啊 就是大脑啊 就是指挥 指挥自己的身体 什么触觉嗅觉 视觉这些东西全都紊乱 那呃 北京土话叫做撒意证 这个撒意证啊 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他基本上不会伤着自己 你看像刚才那个故事 就是呃 青年他夜里边他撒意证 他去挑水去了 那冬天啊 那个井口那 那个冰啊 又冻着冰的 多滑啊 一不小心你要掉井里怎么办 那么淹死了 但是呢 这个梦游啊 啊 他就是 是这样啊 他出事 出意外事故的 那个那个案例啊 并不是太多 你看他多幸运 他挑完了水 自己又呼呼接着睡了 那话说回来了啊 就是这个撒意证 那个梦游啊 像这个黄寻才说的啊 你们现在梦游般的陷入冲突 那意思是什么呢 啊 你们都不知道现在做的是什么 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啊 那么危险啊 因为身在险中不知险 还还还乐不尽的在那这个啊 至高气阳的呢 外人呢 倒看得出来啊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对不对 你外人看啊 那个横看成岭 侧成风的 看得更明白 就是现在 活跃在美国政坛上 这些政客 真是在玩火 而且呢 他不计后果的玩火 实际上美国国内的问题啊 就是那么点事 一个是经济问题 一个是这个疫情问题啊 这个疫情的话 最近呢 有这个缓解了 这个呢 到问题不是太大了 主要是这个经济问题 你看那个当年克林顿 不到50岁的时候 他竞选总统 他一举成功了 他提出了一句口号 到现在啊 说起来还特别的响亮 他是笨蛋 关键是经济 所以啊 拜登团队啊 你现在就一门心思啊 你抓好这两件事就行了 疫情管控的不错啊 现在已经有这个起色了 再有的话呢 就是赶紧把通膨啊 这个苗头压下去 好在哪呢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能源价格下来了 国际市场上也往下降了一点 不是因为拜登去了一下沙特阿拉伯那边增产 没有增产啊 是这个正常的降下来了 没有增产的情况之下降下来了 但是呢 降下来的原因呢 有经济学家说啊 这不是说因为供求啊 不是因为啊 这个供应量多了 是什么呢 经济停顿了 人们减少这个消费了 所以说啊 这个还是一个头等的事 你怎么样把这个经济啊 这个活跃起来 活跃起来的话 这才是活水啊 要不然死水一潭啊 那结果是什么呢 拜登他的团队 尤其是拜登老爷子 他老人家啊 自己带头 就不爱在家里边呆着 就喜欢往外面跑 这个东一趟西一趟 饶着就跑 今天开这个峰会 明天开那个峰会啊 这还没完呢 这个下半年呢 还有好几个峰会等着他去呢 你看上半年多少个峰会啊 什么美洲峰会 什么东盟峰会 对吧 把人家都招在自己家门口来 这个这个开会 完了之后呢 自己还一趟一趟的往外跑 那至于家里边出了什么事的话 他就交给手下人去处理了 那怎么理解 基辛格老爷子说的 部分的是 由我们自己 制造的这些麻烦 这些问题 那也看得明白 你看这个拜登老爷子啊 在外围跑的时候 扇个风啊 点个火啊 有的时候还点个炮啊 什么的 他经常干这个事 但是呢 有时候这个拜登啊 他摔跟头 这个人们就说 你看你脚底下办算 你的脚步又不稳 你站稳了再说 对不对 所以啊 这就让人看着啊 好像这个美国 在拜登老爷子的这个带领之下 办的一些事是缺少章法的 所以这就难怪啊 基辛格说什么呢 Without any concept of how this is going to end or what it is supposed to lead to 还有黄金赛说的 你别梦游般的陷入冲突 这样啊 还是接着呢 我来南起码 你什么事还没有 什么事还没有 我就是又那个 你呢 或者土地迹